1998年第十八届冬季奥运会在日本长野举行 在火炬传递期间 一个退休的保险推销员渡边沐浴收到了一封信 信由当地媒体转交 媒体声称有一位故人要求与他会面 并且请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听到这个消息渡边心里一凉 他假装平静地展开这封信 信中开门见山 鸟你好啊 半个世纪前承蒙你在东京的关照 我多年来一直没能忘记 这次来日本 现在你还活着 巧了我也还活着 要不咱俩找时间见一面呗 听说你在1995年设访时 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过去揍你 现在我来了 信的结尾 落款签名 路易斯赞佩里尼 1917年 路易斯·希尔维赞佩里尼 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 虽然出生在纽约 但他的父亲安东尼是个意大利人 安东尼虽然出生的地点接近罗马 但生活的状态却十分罗马 由于父母双亡 安东尼早早就来美国讨生活 到了美国后 他从煤矿工人做起 靠着努力学习 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铁路工程师 没错 这又是工程师家庭出身的恨人 老通老正鸽起了水 安东尼成家后 由于两个儿子不适应纽约的气候 1919年 他带着孩子举家搬往洛杉矶 在洛杉矶 他发现他们家的老二赞佩里尼 不是一般人 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 说出来能让拉姆当场暴毙 小赞佩里尼的特点是 酷爱作死 但无论怎么作都不会死 在乘火车搬往洛杉矶时 年仅两岁的小赞佩里尼 在车上爬命了 父母疯找了整列火车也没发现 在车上精神崩溃了 可是等火车进站后 一家人却发现 孩子在月台上爬得正欢 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反正他是毫发无损 搬到洛杉矶后过久 他家房子半夜失火 全家人跑路 却发现小赞佩里尼没出来 老父亲拼了命地冲回火场 找遍整个房子也没找到 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个大个儿活儿子 从床底蹦出来了 三岁那年 孩儿他妈带他去游泳 拉着孩子在泳池边跟人聊天 等回过头来发现 自己拽着的是一块毛巾 水面上已经冒泡了 好在捞得及时 没有生命危险 四岁那年 小赞佩里尼到街上 跟大孩子赛跑 小赞佩里尼全程领先 却在接近终点时 撞上一棵大树 被对手反超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 小伙伴被及时的汽车撞飞 连续上演《死神来了》的剧情后 命比诺加海映的小赞佩里尼 已经在当地成为了名人 被邻居们称为幸运的小路易 在一系列的鸡飞口跳中 小赞佩里尼开始上小学了 但是 作为意大利移民 他很自然地 受到了一些正兴淘旗的 老美国的嘲笑 面对别人的嘲讽 小赞的回应也很简单 用意大利语的脏话 进行组案输出 众所周知 意大利语在骂人方面 属于天赋异禀 除了脏话花样繁多之外 还有独有的手势加成 别的语言骂人是音频 意大利语骂人是音频加视频 特别有氛围感 对于其他语言 属于降维打击 一番交流下来 小赞佩里尼 就以讲文明懂礼貌 在学校管名了 靠着先听优势 小赞对意大利语喷人 迅速让同学们破防 可是精神破防的同学们 不讲武德 决定给小赞物理破防 很快 很快啊 小赞就遭到了 人生第一次群怒 但是这种欧大 对于从小游走 在生死边缘的他 毫无压力 终其一生 他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乐观且心大 在挨完打后 他开始更加凶猛的 祖安问候同学 然后遭到了更惨烈的围容 这种通疮之情 一直持续了半年 小赞被尼尼 每天挨揍的事 终于被老爹安东尼发现 全部的来龙去脉后 安东尼全没良久 然后说出了一个秘密 安东尼告诉儿子 事到如今 爸也不满你了 虽然你爹我是个工程师 但你应该知道 咱们意大利 有一些世界文明的图特产 你爹我曾经是 意大利黑手党的一员 是帮会的首席拳击手 响当当的老炮儿 本来到美国后 我已经准备投龙从比 但没想到 你小子是作死界的奇才 没办法 为了让你保命 我做出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 这套家传的拳击术 就交给你吧 事实证明 小赞的学习能力很强 跟着父亲不到半年 学成出山 本来他爸教的拳击 是为了让他不再挨欺负 但技能buff点了以后 显然有点用力过猛 小赞陪迷你回学校后 迅速一转攻势 打遍拳校无敌招 开始日常追杀同学 由于实现了对同学们 从生理到心理的全面眼压 小赞很快就郁郁了 郁郁的原因是 他感到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为了满足进一步的装逼需求 他开始学抽烟了 虽然抽烟是不良少年的标配 但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显然还是有些把妙部长了 赞品里年的校长 看到这熊孩子敢抽烟以后 立刻把他叫到办公室 用主板在他的屁股上 留下了些许印记 小赞确实是条硬汉 即使被打成这样 依然云淡风情 但是回家的时候 他妈妈发现了他身上的伤痕 立刻尖叫起来 儿子谁给你打成这样 小赞非常随意 哦 校长打的 没事 长大了我揍回去 妈妈心疼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个老邦蔡校长太过分了 他凭啥打你 孝顺的赞贝里尼 赶快安慰妈妈 妈你别生气 就因为我上课抽烟的事 校长也是一时在气草上 你别怪他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几秒钟后 赞贝里尼就被横放在膝盖上 扒掉裤子 一通巴巴掌 差点把他给踢死 那一天 幼小的赞贝里尼 知道了什么叫吸烟有害健康 在屁股被没开二度后 小赞的学习潜能被激发了出来 很快又学会了喝酒 那这是好酒就好厌 抽完早上天 江湖人争道 人厌狗野仙 加州教父正解起 自古英雄出少年 看见儿子前途光明的样子 老父亲安东尼 愁得头发滑滑掉 不出意外的话 这孩子将来早晚得出意外 咋样能治治他呢 结果没多久 治他的人就来了 所谓说一物相一物 能治赞贝里尼的 并不是外人 而是他亲哥哥皮特 赞贝里尼升入高中后 基本就算美智了 如果说小学的他 还偶尔被教训的话 高中的他 已经让校长都躲着走了 这时候他哥来找他 告诉他 你别倒是当当的 有那个闲工 或你加入田径队吧 面对着哥哥的要求 赞贝里尼说 好的 赞贝里尼之所以 对哥哥如此顺从 是因为皮特老哥 就是赞贝里尼的ProPlus版 他身材高大 而且也学过家传的拳击术 水平远超地级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意大利人 那套氛围喷人法 他也会 你说你很凶长沙人 他问你长沙哪里人 所谓打又打不过 喷又喷不赢 赞贝里尼只能听话 皮特哥哥是个好学生 他知道弟弟的叛递行为 纯属经历过盛 所以他让他练长跑 省着在外面瞎折腾 结果这一练 学校田径队很快就惊呼 我们发现了一个天才 实际上 赞贝里尼长跑 成绩性的人很正常 这纯粹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你想想 他从小在学校 就被同学们追查 跑得很快 长大了开始追查同学 跑得更快 啥训练环境比得上这个 这种环境下 要是他跑步不行 达尔文都不答应 在整个高中时期 赞贝里尼赢得了所有的比赛 1934年 他打破了一英里锦标赛的校级录 一周后直接成为加州冠军 这个成绩让学渣赞贝里尼 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 陆许通知书 加全额奖学金 各大团体纷纷下的发了邀请 志得意满之下 赞贝里尼做了一个 很嚣张的决定 他决定参加 1936年柏林奥运会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震惊 因为1936年 并不是参加奥运的好时机 这倒不是因为 那次奥运是纳粹举行的 实际上 1936年柏林奥运会 虽然是奥运历史上 最不愿意被提起的一家奥运会 但确实是一次 里程规级的成功奥运会 大家感到震惊的原因是 赞贝里尼当时还是个高中生 体能还没达到巅峰期 所以都认为他这个决定很不明智 但是 顶着全世界的反对 赞贝里尼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宁卡把项目改为5000米长跑 也要参加选拔赛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改了项目的赞贝里尼 以19岁的年龄 直接跑出了国家纪录 轻松获得了奥运出赛资格 当然 获得出赛资格并不代表就能得奖 实际上 当年北欧国家在长跑界的地位 跟中国在乒乓球界的地位差不多 赞贝里尼也知道 自己获奖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 在乘船去德国参赛的时候 他和整个美国长跑国家队 一起放飞了自我 而放飞自我的方式 就是报处学生班的干饭 当时美国的大萧条刚刚结束 大家都穷到档期回肠 赞贝里尼自己说 19岁之前 他连三明治都没吃过 叫算饭不硬 叫面面不灵的 但代表国家参赛 排面自然不同 在美国国家队乘坐的豪华邮轮上 所有食物都是免费的 面对着邮轮上的美食 赞贝里尼的嘴里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抽爆出来 愿冒愿的使不到了 他开始爆出询问般的干饭 法洛克国王跟他一比 都属于厌食 在船上 他一顿早餐 要吃掉七个巨大的腿肩圈 九煤鸡蛋 四十多片培根肉 再加上大量的牛肉 牛奶 冰淇淋和硬糖 这样子船员们以为他想自杀 不过 赞贝里尼的行为不是特例 实际上 美国奥运代表队 在船上排船倒海般的干饭 赞贝里尼下船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他是牵球运动员的 但是即使这样 他的实力仍在决赛中 获得了第八名 刷新了美国当时的最好成绩 并且在最后一圈中 赞贝里尼标出了 单圈56秒的成绩 吸引了某个道场的观众 这个观众在看完比赛后表示 美国对那个小伙子跑得真快 叫过来我见见 单说国家运动员 其实想见就能见的 但那个观众一呼唤 赞贝里尼立刻就被请过来了 因为这个观众叫希特勒 元首下令后 戈贝尔亲自出马 把赞贝里尼抢到了总理办公室 希特勒表现得很友好 跟他握手 夸奖道 你最后一圈跑得真快 赞贝里尼非常尴尬 这倒不是他讨厌希特勒 作为一个连报纸都不看的盖利物子 指望他有啥政治觉悟 多少点大可不必了 他只是完全不知道 希特勒见他有什么意义 只能含糊回答着 一般一般 其实我要瘦点的话跑得更快 接见结束后 希特勒把自己的手表 递给了赞贝里尼 表示 送你做个纪念吧 接到手表的赞贝里尼 对这个礼物不太满意 他不喜欢手表 因为戴着打拳不方便 但是他认为 来一趟德国不能白来 确实想搞一点纪念品 思来想去 他看上了当时德国的土特产 纳粹万字旗 喜欢万字旗 倒不是因为他认可法医思主义 只是单纯觉得这面旗好看而已 但是当时街面上卖的万字旗 质量都很一般 他想要那种精致的丝织旗 可是这玩意儿又没有卖的 在德国宗里府 希特勒办公楼前的旗杆上 就挂着这样一面旗 是的 他想把德国宗里府门前的万字旗偷走 当赞贝里尼走着办公楼时 希特勒也正要离开 所有的卫兵都注视着元首 趁着热股灯下黑 赞贝里尼快步走到旗杆前 准备把这面旗顺走 到了旗杆边 赞贝里尼才发现 这玩意儿太高 自己根本爬不上去 于是他开始拽着绳子降旗 并且成功降了下来 等希特勒离开 卫兵们转身过来 正看见他抱着旗 挨着墙根准备溜走 卫兵当时就怒了 大喝一声 端起枪来就要开火 好在赞贝里尼这时候 难得的智商在线 一看被发现了 立马投降 卫兵这才豁捉了他 被抓进审讯室的赞贝里尼 倒是没挨什么大记忆恢复术 因为他是美国人 德国人怕闹出外交纠纷 卫兵们用磕磕巴巴的英语问他 你为啥拆我们旗 赞贝里尼差点吓尿 如实回答 我来趟德国不想白来 想带点土色产做纪念 卫兵队长这回真怒了 你这话谁相信 带纪念品就来总理府拆洗是吧 你咋不耗元首两根胡子回去呢 我警告你 老实交代 我要敬牛不支持炕头 正当双方一团和气的交流时 德国国防军上将 维尔纳逢弗里奇走进了审讯室 作为老柏林正黑旗的上将 维尔纳将军的英语不错 他跟赞贝里尼聊了聊 然后才发现 这个人确实没啥坏心眼 只是单纯的缺心眼 弗里奇上将是个好人 他送给了赞贝里尼一面丝绸纳逊 并释放了他 临走时嘱咐他 你这个罪不大 顶多枪毙而已 下辈子多注意 别再这么干了 这个小风波很快就登上了媒体 但又很快被更多的新闻淹没 直到多年以后 他会以另一个版本 出现在世人面前 带着精装版纳逊 赞贝里尼回到美国继续餐菜 并且捋破纪录 号称托伦斯龙卷风 那真是秦始皇吃着花椒摸电线 已经码的不能再码了 本来赞贝里尼是准备参加 1940年奥运会的 可是当时二战已经爆发 这场奥运会被取消了 战争期间运动员的价值下降 赞贝里尼为了谋生 只能选择一个通辽宇宙的常驻职业 他考入了汉考克航空学院 准备当飞行员 当飞行员按说是个好职业 可惜赞贝里尼毕业就失业了 为啥呢 因为他是1941年毕业的 恰恰在鬼子投袭之前 太平洋战争还没开始 为了谋生 他就只能去跑来捂跑龙套 靠着当群众演员混合饭吃 可是由于局势紧张 美国规定飞行学员就算不能入役 也要接受体检 以便将来随时征召 对于这个政策 赞贝里尼相当抗拒 因为一旦通过体检 就要加入预备役 加入预备役就要训练 训练耽误上班时间 而当时他挣钱 全靠在剧组加班 是卷出来的 所以他想办法逃避兵役 但那年头也没有互联网 赞贝里尼那个能取宗立福摘齐的脑子 也很难指望他想出什么主意 所以他只能问及于社区里的一旦老兵 怎么能躲过兵役体检 事实证明 老兵游子什么时候都出不了好招 老胖们告诉赞贝里尼两个方法 第一种 是在腋下夹一块烟草 体检是点着 这样可以让体温上升 第二种 是在局部退一支血加 点燃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赞贝里尼当场暴怒 不想告诉我之说 你不能侮辱人格 还菊花里同学家 你这话说的是人话 我哭都要烧肉了咋着 于是 赞贝里尼决定自己想办法 他在起检之前吃掉一大堆糖果 试图伪装糖尿病 结果屁用没有 1941年9月 由于体质优秀 赞贝里尼成功加入美军 基于同样的原因 在军队里 赞贝里尼很快就成为了 负责健身训练的下士 那些战友在他面前 基本是我让你一个区域 你都打不赢过 作为精锐学员 他拥有一项特权 周末通行证 他可以在周末 离开军营自由活动 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日 赞贝里尼如常保住军营 选择了一项 跟萨拉特同样的活动 看电影 大概在《通流宇宙》里 看电影总会有大事发生 赞贝里尼的电影 看到一半突然停播 剧场经理走出来宣布 所有军事人员 立刻回到所在基地报道 日本发动投袭了 回到军营的赞贝里尼 被派往陆军航空队 作为飞机投弹手参加训练 不过他没有被派往战场 只能和战友们 在德州靶场上 一遍又一遍的 把假炸弹投降目标 日子无聊都不行 由于过于无聊 赞贝里尼和战友们开始整活 他机组的飞行员抱怨 自己有一个本地的女朋友 但自己却因为训练而无法外出 赞贝里尼说这么有问题 我可以在训练时快速投弹 成全你们这段电源 让你有时间跟女友打照面 第二天的训练中 赞贝里尼飞速地 完成了投弹任务 用不到一半的时间完成了训练 然后在飞机返航时 飞行员没有开回基地 而是直接把飞机开去了城区 去见他的女友了 他跟女友约定 让女友在电影院门口等他 等飞机开到电影院上空时 飞行员开着飞机 如司徒卡般反复俯冲 试图找到地面上的女友 告诉他 你的意中人 开着七彩轰炸机来找你了 我们不知道地面上的女友 感动不感动 但城里的美国老百姓 确实感动了 当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 普通百姓都很紧张 这次惊恐俯冲 让大家都以为是鬼的杀过来了 大家纷纷饱透数船 疯狂地报警求救 但是 由于当年技术乐后 这次事件跟贝塔尼搞虚假广播一样 最终也没人揪出他们 1942年8月 赞贝里尼结束训练 被派往太平洋上的瓦布岛机场 成为一架B24轰炸机上的少卫 主要还是负责投弹 在那架昵称为超人的轰炸机中 赞贝里尼在太平洋战场 完成了多次任务 不过 每次任务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因为B24并不是一款可靠的飞机 经常发生一些故障 坑死过很多人 所以有飞行棺材之称 赞贝里尼的机组也经历过很多险情 但作为反向拉姆 赞贝里尼机组 每次都凭借他过硬的八字 话起来疑 1943年4月21日 超人号又接到了一个狠火 上级命令他去轰炸一个通料宇宙的领土 脑炉 这次轰炸任务很成功 所有炸弹都成功投放 可飞机返航时却遭遇了意外 在返航时 超人号很倒霉的 遇到了三架鬼的零式战斗机 几乎在片刻之间就被打成筛子 八名机组成员中有五个受伤 好在鬼子飞机油料不足 超人号才死里掏生的撑回了基地 在激烈战斗中 赞贝里尼毫发无损 但是他勇敢的顶着弹于抢救伤员 成功挽救了三个战友的生命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功臣 立功的赞贝里尼引来了媒体关注 不少记者过来采访他 那个偷纳粹旗的故事再次被翻了出来 然后在美国官方的说法里 这个故事变成了这样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 希特勒正在行纳粹里 而各国代表团在纳粹的言为下不知所措 此时一个勇敢的男孩 冲向了会长中心的旗杆 他抓紧纳粹旗帜就踩在了脚下 用实际行动表达了美国人民对法西斯的不满 这个男孩让希特勒暴跳如雷 他就是美国第一个 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纳粹的蔑视的英雄少年 当赞贝里尼第一次从记者手里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也对这个故事表示了赞杀 并且问道 这个男孩是哪个队的呀 你告诉我名字 没准我们还一起在船上干过饭 没想到我还和这种英雄人物有过交往啊 当故事讲到这里时 这只是一个幽默的 温馨的 乐观的 幸运的 美国大头兵的成功故事 此时的赞贝里尼并不知道 他幸运的人生将会在不久的某一天急转之下 由于和鬼子的偶遇 赞贝里尼基组的超人号已经被打成了筛子 上级领导为了照顾基组人员的情绪 他们被获准休息 在战场上获得了难得的闲暇 结果 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了好心办坏事 1943年5月27日 无所事事的赞贝尼得到了一个消息 一家B52掉在来了夏威夷附近的海里 当时整个基地的基组全出任务了 只剩下还在休假的超人小组 同僚遇到危险 超人基组不能不救 但超人号已经无法起飞了 其他靠谱的飞机也都被开走了 无奈这下 他们只能开着绿色大黄蜂去救援 绿色大黄蜂 狗都不开 虽然同为B24红炸机 但这架绿色大黄蜂 却以超狗的故障率闻命于基地 如果有基组被指派开这架飞机 基组成员们都会表示 我有错请让军事法庭审判我 没必要让我开这架活棺子 但是超人基组此时没得选 赞佩里尼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开着这架残次品出发了 事实证明 绿色大黄蜂果然不负众望 在800英尺的高度下 他左侧的引擎熄火了 然后由于飞行员在紧张之下操作失误 飞机的右侧2号引擎被打开 飞机瞬间失去了平衡 直直的向海面砸了下去 作为头弹手的赞佩里尼 不知道机舱内的情况 但是他在下坠时 赶快穿好了救生衣 在他穿完的同一时间 飞机就直接砸进了水里 巨大的冲击力让飞机被拦腰砸断 但是赞佩里尼的八字依然坚定 在如此严重的空弹中 他被甩了出去 在甩出去后的几秒 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在冰冷的海水中 赞佩里尼清醒了过来 看到飞机的残骸和浓烟 赞佩里尼听到了呼救声 他毫不迟疑地向发声地点游了过去 找到了飞行员菲利普斯 和尾炮手麦卡纳巴拉 11人的寄宿里 只活下了他们三个 作为三人组中体力最好的人 此时赞佩里尼优秀的体质派上了用场 因为常年在海上飞行 此时的美军飞机都自在救生阀 赞佩里尼赶快在冰冷的海水中 到处寻找救生阀 可是好容易找到了 却发现救生阀越飘越远 眼看着自己就追不上了 关键时刻 他的八字再次显灵 那个被海浪越冲越远的救生阀 居然刮到了降落伞绳上 不动了 赞佩里尼赶紧爬了上去 一阵猛滑把两个战友拽了上来 此时菲利普斯已经受伤 血流不止 而麦卡纳瓦拉 才不吓得没有行动能力了 此时赞佩里尼表现出了精准的镇定 他赶紧给菲利普斯紧急止血 又划着救生阀 四处收集物资 一番搜罗后 他开始痛骂美军后勤部门 原因是 在他捞上了的工具箱里 他居然找到了全套的自行车维修设备 包括砂纸 胶水和打气筒等等 这显然是护群部门装错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在应急食品箱里 找到了六块巧克力和八瓶饮用水 应该够维持一周的时间 清醒过来的菲利普斯虚弱的无法动弹 而麦卡纳玛拉则完全精神崩溃 生死历劫的哭嚎 气急败坏的赞佩里尼一脚踹倒了这个丢人玩意儿 省点体力别嚎了 咱们起码还能请一周 等基地救援不就行了 其实 身口茫茫大洋中的一夜孤舟 任哪个普通人都会惊人崩溃的 此时 赞佩里尼心大的优点完全体现了出来 在他的安慰和带领下 三个人恢复了冷静 当天晚上 三人就在这茫茫大洋中疲惫的逝去了 第二天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救援飞机 却一无所获 受伤的菲利普斯 此时已经虚弱地无法起身 赞佩里尼决定给他吃点巧克力 不然他可能支撑不下去 可当赞佩里尼翻找食物包时 他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巧克力 淡水也少了一块 他确定自己一口都没有吃 虚弱的菲利普斯更不可能吃 那么唯一的献疑人就不用想了 赞佩里尼一拳砸在伦麦特纳玛拉脸上 你这个自私的家伙 你把我们一周的粮食都吃了知道吗 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 不过事已至此 多说也无疑了 赞佩里尼只能尝试来从海里搞点吃的 可是在和鲨鱼亲密接触后 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第二天和第三天 他们都看到了天然的搜救飞机 可他们没有信号枪 没能吸引搜救飞机的注意 随着救生法越飘越远 他们的心越来越凉 第四天 淡水彻底耗尽 赞佩里尼明白 不能再指望救援了 自己必须拉着这根儿俩活下去 第八天 赞佩里尼开始尝试收集淡水 他还尝试用嘴 把早晨的露水吸起来 在土精罐子里储存 这半可虽然挺恶心 但总比可死强 起码要撑到下雨那天 至于食物方面 赞佩里尼徒手造了一套鱼竿 可是尴尬的是 没有鱼耳 好在此时 幸运光环又一次爆发 一条小鱼自己蹦上了救生法 在一圈打走铺上来的麦克纳玛拉后 赞佩里尼用这条小鱼当鱼耳 成功钓上了一条25厘米长的大鱼 虽然只能生吃 但起码有了营业补充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菲利普斯逐渐恢复了过来 然后赞佩里尼觉得整个狠活 他们准备钓鲨鱼 具体方法是 由菲利普斯拿着船桨 钓着诱饵吸引尾随的鲨鱼跃出水面 然后赞佩里尼和麦克纳玛拉 在竭尽全力把鲨鱼弄死 但成功了一次后 赞佩里尼很快放弃了 放弃的原因 一是因为抓鲨鱼太危险 二是因为鲨鱼肉太难吃了 这玩意留庸都验不下去 无奈之下 几个人决定抓点在筏子上歇脚的海鸟 从海鸥到新天翁 他们来者不拒 虽然鸟肉依然无法下咽 但至少鸟血可以帮他们获得淡水 为了保持体力 哥尔萨很少交流 但赞佩里尼为了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 他开始尝试自己最厌恶的数学 在脑子里不停地解放成事 很快他就明白了 国家可能会背叛你 战友可能会背叛你 但数学不会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追击后的第二十天 命比主角还硬的菲利普斯 在这座法子上彻底痊愈 第三十三天 完全没受过伤的麦可纳玛拉 终于心力憔悴 死在了一个绝望的早晨 在世界上最宽广的大洋上 飘荡了一个月以后 赞佩里尼的心灵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和孤独比饥饿更可怕 他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然后他就会知道 在大洋中求生 依然不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 第四十六天 迷茫地赞佩里尼在影院中 似乎看到了一点不一样的颜色 他赶快邀请了菲利普斯 你看到了吗 那边好像有一个岛 菲利普斯顾不上回答他 两个人马上操起传讲 用尽全力向陆地冲去 1943年7月12日 坠机后的第47天 精疲力尽的赞佩里尼和菲利普斯 终于踏上了陆地 他们还活着 在这个小岛上 他们看到了旧屋子 香蕉和椰子树 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但即使这样 对于绝后余生的两人来说 这座岛已经不适于天堂了 正当两人在岛上收集自愿时 他们发现了又有个惊喜 远处有一条船 正在向他们驶来 大喜光旺的两个人 疯狂冲向海滩 又喊又叫的吸引那颗船的注意 可是当船靠近的时候 他们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因为他们看到了 船上的高跃旗 在世界上 有什么比在大洋中 每天跟禽兽打交道 更糟糕的事吗 有 比如落在鬼的手里 因为畜生偶尔还有几个通人性呢 被鬼子发现的两人 必无可避 鬼子下船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把两人捆在树上 一顿暴打 鬼子很快审核了他们的身份 在短暂的人类般的交流里 赞佩里尼得知 自己已经飘到了 3500公里外的马少尔群岛 很快 他们被鬼子压榜了 夸甲林环礁上囚禁 其实在一开始 赞佩里尼对被俘这件事并不抵触 毕竟在海上如猫一起40多天了 就算被俘了 起码也能有口仁吃的东西吧 但他显然高估了鬼子 如果你在吃饭 那么以下的内容请你慎重观看 到达夸甲林礁后 赞佩里尼就被关进了一个 极其狭窄的木牢房中与苍蝇作伴 在木牢的前门有个火窗 窗下是个石槽 没错 就是那个喂猪的石槽 鬼子给他的待遇 就是每天用木桶 往石槽里倒一点干水 如果运气好的话 里面会有一两个烂鱼头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里面有啥大家自己想象 至于大米 偶尔也有 看守的鬼子 有时候会拿出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饭团 在便桶里涮一下 然后扔进牢房的地上 当鬼子们看到赞佩里尼像狗一样 趴在地上找饭粒时 他们就会兴奋的哈哈大笑 多年以后 赞佩里尼在回忆这段经历时 会感恩之前在海上求生的经历 他认为 如果没有那47天地狱般的经历 他绝对没法在鬼子的黑牢中活下来 虽然后者的境遇显然更可怕 此时 立即已经把他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 面对鬼子的暴打和虐待 赞佩里尼已经完全麻木 慢慢的鬼子也失去了兴趣 在岛上被囚禁了42天后 他被押往横民的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 赞佩里尼的待遇和岛上的黑牢大差不差 但至少此时他还有其他战俘作伴 心理状态稍好 直到1943年9月 他被送往东京郊外的大森战俘营 在大森战俘营里 他遇到了 其实在鬼子里也算是最变态的看守 杜鞭墨浴 对于杜鞭的变态行为 为了照顾我自己和大家的心脏 我就不详细解说了 简单的说 他是个纯粹的心理变态 经常在非常平静的时候突然爆发 将某个战俘暴打一顿 他曾经娱乐般的将一个65岁的战俘 捆在树上连打16天 而且他最享受的是在暴打的奸细 微笑着安慰这些受害者 然后是以更残忍的暴打 一般来说 战俘们会对鬼子的看守 起无辜性的绰号 也获得一点心理满足 但杜鞭的英语水平很好 所以没人敢拿他开涮 但出来扎赞佩里尼不知道 他颇为嘲讽的 当面叫了杜鞭的外号 鸟 尊严受损的鸟人立刻寓意回应 他用戴着红头的皮带 猛抽了赞佩里尼20分钟 然后掏出纸巾给他道歉 当赞佩里尼失手去接纸时 杜鞭更猛烈的狠揍了他半小时 从此以后 俩人算是截下了梁子 杜鞭每日也殴打赞佩里尼为乐 而赞佩里尼也豁出去了 表示你一定得打死我 不然我肯定着急会弄死你 1945年2月 赞佩里尼离离开东京 被移送直江京砍压 而杜鞭为了继续灭他 居然主动申请 跟着吊了过去 他让赞佩里尼在寒冬中 扛着巨木战利 然后边暴打他 边问自己拳击水平如何 在赞佩里尼的痛苦中 哈哈哈哈笑 在直江京 赞佩里尼终于绝望了 他认为自己肯定会死在这里 然后1945年8月15日 贵子投降了 在经过地狱般的大羊求生 和比地狱更残酷的 日本战复营后 赞佩里尼挺过来了 在东京少家休养后 赞佩里尼立刻杀回战复营 准备找渡边报仇 却发现此时那个鸟人早就溜走 没人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赞佩里尼赶快回到东京报备 五星天王麦大帅 这次总算做了一回人 把渡边给通缉了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仇人的赞佩里尼 只能回到了美国 迎接他的是欣喜若狂的家人 因为他在坠机一年后 已经被美军宣布牺牲 罗斯福还亲自给他家人 写了慰问信 所以他这次王者未来 家人的喜悦可想而止 赞佩里尼回家后 立刻迎娶了女友辛西亚 更让他欣慰的是 经过同样的地狱般的经历 菲利普斯居然也活着 他也回家了 似乎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应该说赞佩里尼是个 非常信大的人 但再信大的人毕竟也是人 经过这样的折磨 他每天都在做个梦 难以从创伤中解脱 在痛苦中 他只能酗酒度日 几乎成为废人 直到1949年 他的妻子强而拉着他 去参加教堂活动 试图让他重新融入社会 其实在战俘营中 赞佩里尼早就摒弃了宗教信仰 在地狱里的人 很难再去相信什么 他对战争中的经历绝口不提 因为他的地狱般的往事 让他根本无法面对 但是在教堂里 赞佩里尼遇到了一个好牧师 在牧师的寻寻善诱之下 他终于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故事说完那刻 赞佩里尼如是重复 他对牧师表示 自己愿意宽恕那些伤害他的人 在吐露完之后 他每天的噩梦逐渐消失了 他在牧师的引导下 回想了自己从小到大的幸运 认为是上帝安排了一些 他从此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对于这个结局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很难理解 但有人认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 这似乎是赞佩里尼唯一的解脱方式 因为那段痛苦的回忆 让他根本无法触碰 更不要说去报仇 实际上 他的战友菲利普斯 在回到美国后 绝口不提战争中的任何往事 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这可能是人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下的 一种自我保护的既视 1950年 在贝里尼成为一名传教士 他回到东京 拜访了很多当年开压他的守卫 那些守卫的回应 像标准的日本人一样 鞠躬道歉 请求原谅 但赞佩里尼唯独没有见到 渡边那个鸟人 那么渡边跑哪儿去了呢 他在战后躲到了北海道 通缉令有七年有效期 通缉令过期后 他回到东京做起了生意 居然还发了财 冷战中 美国对日本以量解为主 他完全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 当后来有人采访他 询问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时 他说 自己是因为文化差异 才粗鲁对待那些战俘的 如果那些战俘想的话 他们大可以打回来 可是等到1998年 当赞佩里尼真的想约渡边见面时 那个鸟人却怂得根本不敢露面 纵使赞佩里尼已经明确表示 原谅了他 但他却依然躲了起来 所以 每一个时报者 其本质都不过是懦夫 2003年渡边死了 赞佩里尼去生龙活虎 他参加了长野冬奥会圣火转地 2005年 他又回到了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在那里 他心潮澎湃 畅想着如果没有战争 自己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即使到了晚年 他依然失眠于体育运动 跟不少体育明星的关系都不错 活得颇为自在 2014年7月 赞佩里尼在家中安然去世 享年97岁 同年12月 他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坚不可碎》 虽然这部电影相当无聊 充满了美式主角率的可笑改编 但他至少体现了赞佩里尼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 人的肉体可以被击垮 但真正坚强的灵魂 永远难以被打败